你經常說要維繫夫妻感情 那就煮一些飯給老公吃吧 老公又說不好吃 又說我不懂買菜 又說我買貴了 那我怎麼做好啊 不如你教我怎麼買 你給我看一看 給他看 這樣煮得不可以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問了才煮 哪有人這麼笨 你老公這麼多話說 你就下午打電話給他 你今晚想吃什麼 你想吃牛排 我現在按機去學 我去學而已 我未必煮的 你知道嗎 你又不是的 你們 每個人都死做難做 煮了出來 他說不好吃 你現在問他喜歡吃什麼 你才去煮 你問那一刻 你老公已經感受 我的老婆很緊我 下午就打電話 問我今晚吃什麼 是 那煮完出來 可能他也會答不好吃 沒關係 但是他知道你緊他 你下午就告訴他 我為了你去買菜 那是不是你不吃 我不用買 不是的嘛 但是你告訴他 我為了你去買菜 你喜歡吃什麼 你喜歡吃排骨 我就買排骨 你喜歡吃雞 我就買雞 你告訴他你喜歡吃什麼 那一個人 他整個下午已經是 我老婆為了我煮飯 我老婆為了我煮飯 是 不好嗎 嗯 或者他有人回答你 不要煮了 我們出去吃吧 他吃我的雲吞麵 都是好的 是嗎 是 那夫妻相處 其實如果你們吵架 或者可能真的自己做錯事 其實會不會和對方道歉 或者說對不起呢 我一定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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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氣到我 嘔 嘔 對 怕什麼魚 兩夫妻 男人未必會這樣做 男人也應該這樣做 男人更容易 買枝花 老婆我錯了 搞定 這個男人應該很少見 不是呀 我老公常做的 是 有的 你做不做 很少見 我會搞阿棠的 不是阿棠會的 不是啦 你老公也會 我老公也會 為何別的男人不會 是 他們沒有人教他 是 你自己喜歡你老公做什麼 你告訴他 老公說 如果你惹怒我 你買一枝花給我 你提他 教他 哪有買我 我教我老公你花給他 但是應該十個女人 然後九個女人就會回答 唉 每次都要我講 就沒有意思了 有些事情自己不會做的嗎 她懂得做就找了很多女兒 是 最不好 懂得那些口甜蝕惑 一天懂得買花 懂得買那些 還沒輪到你 是 當然要加一些蠢蠢的 加一些油浪口的人 陰公屋是你 是 當然要加一個蠢蠢的 是 那如果讓你選 那你選一個老實 但是生活平穩 還是你會選一個 很有錢的 但是然後可能會 就是剛才那樣 當然是 生活平穩 是 是 她很有錢 她天天換人 是 我跟她結婚一天算 我離婚拿多少 那有什麼幸福呢 沒有幸福的 是 那好了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 如果你的老公工作裏面 其實有機會接觸到很多異性的 那她有一天告訴你 其實我也要見客戶 大部分都是女人來的 那可能有時會跟那些女性單獨吃飯 那你不可以呢 你話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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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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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話話話話話話 那可能工作上都會經常接觸到 那你會不會介意呢 她話話話話話話 是 是 不用讓她說 你先說 你會知道的 她的工作是什麼 是 我都知道的 你的工作呢 譬如說保險 你也會跟客人吃飯 你話話話話話話 因為我朋友多 你明白嗎 是 被別人看到你打給我 我還不知道她是肉酸 是 就是你 你跟哪個女人吃飯 你從哪裏吃飯 你先說一聲給我聽 嗯 這樣說多好呢 嗯 即是被朋友看到就不好 是 是 你先說一聲給我聽就行了 即是正常這些工作的 你會包容和OK的 包容 是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